休旅车在雨天行驶 就在接近分隔岛时 忽然失控打滑 冲到对象车道 高速撞上游览车 强道撞击后 画面转黑 车过现场车里零件散落一地 造势的黑色休旅车 车头全撞烂 已经掉在路中央 游览车左边车头凹陷 玻璃碎满地 驾驶下车后满脸是血 那个司机有下车 满脸堆洗 弹过来一点 然后就弹过去 不知道 也被车祸波及的车主 心有余悸 车祸发生在台义县防山路段 休旅车疑似天宇路滑 才会失控撞上对象的游览车 当时车上40名乘客 其中一人昏迷送医 受伤五个人 往南下嘛 先碰撞另外前面的小货车 在碰撞北上的游览车 这起车祸一共造成无人受伤 还好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近期没雨不断 天宇路滑路况多 开车上路要格外当心 只有张传媒和佩如 评论报道